大连足球史上今天 1998年内媒契克进球大连万达1比0 武汉红金龙区四连胜 1998年8月9日 甲A联赛第17轮比赛中 为免冠军大连万达坐镇大连时人民体育场 迎战升巴马武汉红金龙 在两队的首回合较量中 大连万达克场7比0狂胜对手 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化后顶级联赛 克场最大比分胜利 当时一甲B冠军身份冲入甲A的武汉队前三轮 一度排名榜首 但却遭遇了大连万达当头一棒 主帅燕丽华因此下克 此次克场出征 武汉的主帅已经换成了从中国男足主帅位置下克 的大连足球名宿七物生 这也是七物生首次以克对主帅身份 回到家乡大连 张恩华和李宁累计黄牌停赛 孙继海因故缺席 徐根宝大胆地派上了刘玉健 朱广辉 吴俊和王鹏四位小将进入首发 七物生一圈华班出战 蔡胜 于杰 郑斌等名将新兴进入首发 大连万达首发和替补出场球员名单如下 一海温海 四流玉健第七十二分钟 十一位一民 十二朱广辉 队长五徐红 三吴俊 八王鹏 十五内梅切克 十汉斯 十四金斯 九 郝海东 二十王涛 虽然排出了四位二十岁左右的小将 但大连万达依然占据了场上主动 全场十六次这门是对手的四倍 第五十五分钟 内梅切克打入的全场唯一进球 这是前杰克国家队队长本赛季打入的第三个联赛进球 巧合的是 他加盟大连万达后 打入的第一个联赛 进球 是在客场对阵武汉时完成的 大连万达凭借这个进球以一比零小胜对手 取得四连胜 领先第二名上海深花七分 继续排名积分榜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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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